进入晚秋,不少游客深入甘肃阿克塞大漠,来到多巴沟胡杨霞寻觅金色胡杨岭的魅力,感受电影画卷中的色彩。 不少模特也借金色晚秋来为自己打造时尚大片,有的深披红纱打造深秋大漠的时尚现代感,有的反弹琵琶表现出古韵秋色之美。 来自敦煌玉岩泉小镇的服装设计师赛静,这次专程拿出自己感知设计的汉唐纱妆来胡杨霞拍艺术招,为的就是抓住一年当中最美的金色,让自己的汉唐新纱更具魅力。 他向记者表示,之前一直听游客们经常提起,但是真的走进这片胡杨岭时,感觉到的只有震撼。 以前经常听说胡杨岭,听说胡杨岭特别美,这也是我见过的第一片胡杨岭,第一次进入胡杨岭。 有种清净大自然,特别舒服的感觉,特别美,特别震撼。 除了不少模特设计师、摄影师来到这里寻求灵感来,更有不少赛车爱好者,趁着秋季的尾巴也飘移在胡杨岭中感受最后的暖色。 还有些游客完全是为了一堵电影、电视剧中的金色画卷,在一路奔波的大漠深处。 这片胡杨岭是我第一次来,这边有山有胡杨岭,然后来到这边让我感到性况生疑, 然后这里的风景让我特别的轻松,感觉每一个细胞都在呼吸。 据了解,多巴沟胡杨峡曾拜设过天降巡师、鸿门宴、沙海老兵、醉玲珑、泽天际等多部影视剧。 峡谷内既有四季流水、滴水瀑布、沙山石崖、古代分水, 又有奇特的亚丹地貌和生长多年的野生胡杨、红柳、缩缩、甘草、芦草、芦苇等大漠植被。 是甘肯河絮走廊阳关古道上少有的大漠胡杨景观。